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谢因豹姆周四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大规模驱逐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 墨西哥计划接收被美国驱逐出的墨西哥人 谢因豹姆补充说 墨西哥将制定一项计划来表明驱逐出境是没有必要的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如何实施 特朗普誓言他将于1月20日上任后 立即大规模驱逐移民并严厉打击移民 他可能会呼吁从美国军方到海外外交官在内的所有人将这一承诺付诸实践 他的竞选搭档JD万斯估计驱逐行动每年可以驱逐100万人 去年10月上任的谢因豹姆强调了 在处理移民问题时人道主义权利的重要性 并与他未来的美国总统阐述了微妙的平衡之道 他的内阁将于周四开会讨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执政下墨西哥面临的移民贸易和安全等问题 与此同时两支前往美国边境的移民大棚车正从墨西哥南部前进 其中一支于周三出发 另一支移民队伍两周前从南部城市塔塔丘丘拉出发 继续向边境前进 但移民官员表示 其规模已较最初的3,000人大幅减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